好 看到現在公投在即呢 我們來關心這位前核四廠長王伯輝 好 他呢 立場的話不否認自己是深綠 但是他現在認證核四安全這樣的一個說法 讓民進黨十分的不滿 民進黨籍的立委范雲呢 也表示說 欸 還要求台電要 是不是來讓這個前廠長要封口 不能夠放任他到處的放謠言 范雲說 核四的耐震度不足 萬一發生921地震規模 這個鎮央在核四廠下方就會災難連連 甚至也點名了說 現在這個前廠長王伯輝到處來放謠言 說核四安全的要求要出面來處理 在原能會跟台電的部分 現在呢 一位不具名的前台電高層也批評說 這樣的要求真的還有言論自由嗎 他說有全黨跟執政的優勢 他只是一個退休的老百姓 應該有言論自由吧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核四工程呢 現在已經不是變成一個安全問題 好像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回的批評 王伯輝他也在臉書上寫了 他說 委員大人們你們真的了解太少了 他不否認過去其實他是深深的綠 但是現在居然被說成是一無是處嗎 他也十分的心寒 那我們可以看到核四共同領先黃世修 就來直接跟范雲對嗆了 就說 那你現在要做的呢 其實公佈3加11的紀錄是不是比較實在 根本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現在針對這樣一個核四工程的議題呢 變成了高度政治化 就像是已是的朱高正委員當時說了 政治是高明的騙數 現在已經沒有是非了嗎 我們等一看 重啟核四 核四前廠長王伯輝說安全性沒問題 沒想到民進黨立委范雲等人大罵 這是謠言假消息 讓台電源能會去控管發言 被要求閉嘴的王伯輝火大又心寒 我講的東西跟他們所想的不一樣 這叫人家別人來好好管我 我以前是深深的地 但是呢 我改變了 我講的一時代 我改變 我改變 為什麼呢 我覺得你們不愛台灣 我改變 小小封別人的口網友炮轟范雲 先交出你三加十一會議記錄啦 三加十一害死的人比福島核災多 現在是小英愛將 急著要表現給主子看嗎 我也拿三加十一到現在為止 都不敢負責任啦 那為什麼人家講真話 就這樣子追殺 立場執政以下之後 只有立場沒有是非 真是凌駕專業 這是最可怕的 在亞黨點破政府每年還花四十億封存核四 如果蔡政府真心認為核電不安全 五年前上任為何不直接廢掉 專家直接打臉 封存跟廢掉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封存就是將來有起烘的機會 那當時蔡政府假如有尬的的話 你那麼討厭你就把它廢掉嘛 但你又不會 我們在起烘的時候 你在講一些斷層啦 不安全啦 當時我們在蓋的時候 斷層又不是今天才有了 藍圈炮紅民進黨用國家資源 反公投不擇手段 連中油都被抓包 疑似用公帑貼廣告宣傳反公投 執政者花招進出 就看民怨會不會大翻撲 記者張正銘利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 好 看到呢 核四的前長長王波輝 他現在為了核四發言 但是遭到立委的抨擊 甚至呢疑似是不是要被封口呢 他說為了親友 他會逐漸的消失 但是還是很多人支持他 紛紛私訊他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王波輝前長長的部分 他也做了一個聲明跟回應 好 日前有立委來參觀 然後就對於說在這個 我們會本人還有核四 想有很多的批評 那麼他要來跟這些立委大人就說了 立委及曾文生先生 都沒有參與到核四工程 當然不了解核四工程的實際運作 所以他在這邊做了一個澄清 那麼他就說了 核四的啟動與否呢 這是日後台灣選擇 哪種形態發電的抉擇 並不是政黨對決 他說現在請全黨之力 來為這個曾經為這工程付出的人 你們有全黨跟執政優勢 而我呢 只是一個退休老百姓 應該有言論自由吧 但是因為為了他的親友 所以他會逐漸的消音 好 現在呢 還有他也在貼文表示說 有個立委啊 說他造謠 他收到同事的訊息 他們還在職 但是他不能夠公布姓名 拷貝全文才可以 那在這個部分就看到 很多呢包含了同事啊 大家都來支持他 還有呢人說廠長 不管說什麼都沒用 因為呢這個 測試等等這些工程 知道的事實 只有在親自執行的 才知道的 看到這個同事 前同事也都來 紛紛幫他打氣 那麼再來他還貼了文說 大家努力 朋友 幾著核四年輕工程師 也傳給了他訊息 他要大家來看看 他十分的感動 下面也看到了 就是一些 這個年輕的工程師 包含了有人說呢 如果真的過關了 請你幫忙 可以用正道方式 可能會有很多人呼應 還有說像我跟誰誰誰 都希望核四能夠重啟 好看到這個是在核四的部分 那包含現在呢 被說是造謠 那到底是誰在造謠 還是誰沒有說了實話 我們來看到蔡總統 最近在核四的部分 先前他也來說了 他就說這個核四啊 有關的問題 但是客問者就來嗆了 他說真的有問題 那麼上任之後就關掉核四 能夠省下每一年40億的封存費啊 不要再把這個核四這個問題 拿來當成了提款機 好看到蔡總統是不是總是自打臉 民進黨是不是總是雙標呢 現在公投在即 倒數一個月時間 藍綠都要來公投宣講活動拼場 蔡總統除了在核四的問題之外 再來再講到就是美豬美牛的問題了 他說這兩年國人消費的美牛的量是美豬的四倍 他說去年美牛每個人平均大約2.7公斤 那美豬大約0.7公斤 說美牛開放9年沒有傳出實案的問題 那美牛可以好好檢驗 美豬也可以 所以他說反美豬公投投下不同意 台灣積極的走入市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公投的主文的部分是說 是否同意政府應該全面禁止 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乙型瘦體素豬汁肉品 內臟相關的產製品 好 所以是不是現在被質疑了說 到底反萊豬等於反美豬嗎 趙少康也來留言了 他說台灣人養牛不多 吃美牛比較多 那麼美豬可以做成各種各種的加工食品 像是大家之前也擔心會不會有肉鬆啦 等等等等 像是香腸等等 所以如果萊豬混在美豬中間 是很難分辨的 所以他再次的強調要告訴大家 台灣人反對的是 美國的萊克多巴胺的萊豬 不是反美豬 所以現在總統自己貼了這個文章 亂帶風向誤導民眾 真的是對不起國人 民進黨的臉書說去年國人食用美牛是2.7公斤 而食用美豬是0.7公斤 也就是吃美牛是吃美豬的四倍 民進黨想藉此來護航萊豬 卻不小心弄巧成拙也漏了線 因為這等於證實或告訴國人 事實上美豬並不等於萊豬 而美豬吃得少某種程度也是因為民進黨政府不願意標示萊劑 國人怕誤吃到萊豬而造成的 事實上國民黨以及民眾反對的是萊豬而不是美豬 美豬也早已進口相當多年了 而國人飲食習慣一直沒有改變 吃豬肉是吃牛肉的6到7倍 老百姓都已經把這種答案給你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逼著我們大家來吃萊豬呢 如果說你認為萊豬沒有問題 你現在就來進萊豬啊 你又不改 這不就代表你心虛嗎 這不就代表萊豬確實是毒豬嗎 蔡英文總統 選舉是一詞的 你當總統當官也不會當一輩子 可是人民的健康是一輩子 我們主要是強調就是說 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的確在進口豬肉方面當然是以美牛 它的量是大於美豬 那另外一個就是美牛 事實上已經進來台灣很多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事實上這也是國民黨時期所引進的 可能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所以我們只是一個事實的呈現讓民眾知道 並沒有所謂的這個要去誤導的一個任何的目的 好現在距離118公投剩下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大家在網路上其實不斷的有民調顯示 在昨天我們幫大家看了民調四個同意是超過四個不同意 那今天我們再來看掉這個資料來源依舊還是雅虎的民調 但這個民調的數據是到早上八點鐘為止 先來看看在第一題的部分是否同意核四起風商轉發電重啟核四呢 我們可以看到同意的部分超過了五成 那麼不同意的話大概三成左右 再來看到是同意好重啟核四最重要的理由是什麼 看到第一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降低燃煤發電減少空污有33.6% 那麼在不知道的部分大概是有21.7% 再來看到第三題不同意核四起風商轉發電最重要的理由 不同意的部分可以看到不同意的部分 不知道的話是最多的是有35.3% 那再來看到第二個部分才是核廢料的處置問題 有27.9%以及核輻射外洩的風險 或是呢最近有提到可能是有地震的疑慮 以及經濟成本過高等等 但是不知道反而是最高的 那麼現在距離一個月的時間看到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先前他不是就發起了夜宿凱道49天嗎 他也預告說在晚上8點半 誰要來柯文哲說到做到柯文哲呢 也會來而且他們會在這個小牆電視台帳篷來進行直播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還會來帶的是什麼 藍白拓他會帶藍白拓來到現場給羅志強之外 還準備了紅豆湯來送暖 所以在今天在凱道夜宿凱道今天會來的這個貴賓市柯文哲柯市長 那我們持續看到現在針對公投部分 藍綠洞起來大家都是請全黨之力 但是國民黨要爆了中油加油站 怎麼也會有公投的宣傳廣告呢 在這個中油的部分可以看到呢 這個委員早上拿著 三街不千里 減煤減空污 菲蓉泰就質疑說 這個廣告錢哪裡來的 中油你是不是違反了行政中立 不排除要提告 立委陳韻正還加碼 所有民眾就舉發了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 他參加的是漢翔公司廠商的聯誼會上 但是在這個聯誼會 他在宣傳什麼 四個不同意 真的是上糧不正下糧歪 你也認同陳韻正委員說法 真的是上糧不正下糧歪 在聊天室幫我加以 民進黨最近在內湖的加油站 就張貼了這個這樣子的廣告 三街不千里 減煤等等這樣子的廣告 上個禮拜 我跟鄭民中委員 李貴民議員問 王美花部長 中油的人居然說 這員工自動自發的 那我說 如果可以自動自發去貼 那我們的人天天都去貼 這他推給員工 昨天在抹爆 做了一個四分之一版的廣告 這個錢是從哪來的 是誰出的 按照公投法 第20條 上面說得很清楚 國營事業單位或政府所捐助的 或政府所捐助的基金等等 不可以提供資金給公投的政反任何一方 這非常顯然的就是在違法 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下 行政院長 王美花部長 中油的董事長 你們基層玩一套 你們高層搞一套 我想要請教一下 王美花部長 第一個 這是錢是誰出的 第二個 有沒有違反相關的法令 雖然我們知道監察院 都是綠的 的人 在當監察委員 我還是要去告你 如果監察院不受理 我們就到法院去告你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金 參加了這個F16的維修的相關聯誼會 副院長 他用他的職權 這是機會 因為他的身份 他參加了這個活動 他在這個場合 公開的宣傳 四個不同於台灣 什麼的 公開在這裡宣傳 這是民眾的舉發 副院長已經公開的違反了 行政中立法第十條 利用職務商之機會 要求他能為一定之行使 蔡英文總統 蘇貞昌院長 因為上梁不正下梁歪 不要 國庫通黨庫 公務人員還是應該 嚴正的遵守法令